欢迎大家收看《读书简报》 我们现在给大家播报的主要内容包括 好男人都去哪了? 为什么伊利亚特 一个关于被战争和疾病摧残的 以名誉为中心的社会的故事 是我们这个时代的预言? 等等 请大家收看 双亲特权评论 好男人都去哪了? 华尔街日报 在过去的50年里 美国单亲家庭的数量急剧增加 从1980年80%的孩子 与两个父母生活在一起 到2019年的57% 经济学家梅丽莎 基尔尼在双亲特权 美国人为何停止结婚 并开始落后一文中认为 家中有两个父母 对孩子有积极的经济影响 她引用了经济学家乔纳森 格鲁伯2004年的一篇论文 该论文显示 父母离婚的孩子 在教育和收入水平上较低 婚姻稳定性也较差 与父母仍然结婚的孩子相比 与继父母生活在一起的孩子的 行为结果也更差 基尔尼指出 单亲家庭的增加 主要是由于未婚母亲的比例增加 尤其是那些受教育水平较低的母亲 她还指出 缺乏适婚男性和对受教育水平较低男性的 经济影响是推动这些变化的因素 基尔尼建议 通过政府在职业培训 公共和社区学院收入补贴和刑事司法改革方面的投资 来改善非大学受教育男性的经济地位 以解决这个问题 她还主张媒体描绘青少年月儿的困难 并扩大政府和社区的项目 改善处于不利背景的父母和孩子的结果 是时候放弃无聊的飞行和躺在沙滩上的假期了 英国每日电讯 冬季阳光度假越来越多地成为冒险和丰富的体验 旅行者寻求更深入的体验 而不仅仅是在海滩上悠闲 这一趋势尤其受到中年旅行者的推动 他们希望从假期中获得更有意义的体验 根据一项调查 老年旅行者最喜欢的活动是城市观光 参观历史遗址 用餐和购物 而晒太阳的排名非常低 许多顾客已经将传统的飞行和休息冬季假期换成了更丰富和冒险的活动 这一趋势也反映在2021年最受欢迎的冬季阳光目的地上 包括埃及 印度尼西亚和南非 而不是像马尔代夫或加勒比海那样的典型海滩目的地 预算是许多旅行者考虑的因素 远程目的地提供了最好的性价比 尤其是在亚洲 然而 今年冬天在大多数大陆上也有新的旅行和行程可供选择 提供了丰富的冒险和丰富的选择 一些例子包括在拉格梅拉岛徒步旅行 探索阿布扎比的红树林 品尝南美的葡萄酒 以及体验哥斯达黎家的野生动物 马修 麦康纳分享了为什么他的孩子不会告诉他一切 英国独立报 马修 麦康纳在接受译 Nus的独家采访中谈到了他的育儿理念和方法 他和妻子塔米拉 阿尔维斯 优先考虑孩子们对空间和隐私的需求 允许他们保留秘密和私人时刻 他们相信这样做会鼓励孩子们与他们交流任何问题 这对夫妇还准备在孩子们进入青少年时期时 与他们进行性教育谈话 麦康纳的新绘本 只因为目前可以在线上和实体店购买 问答 简·克罗斯比亲眼目睹了一切 并将其记录下来 约翰·克罗斯比的遗孀出版了回忆录 加拿大CBC 简·克罗斯比 Jane Crosby是前加拿大政治家约翰 克罗斯比 John Crosby的妻子 她在一本名为《马依的女儿的新回忆录》中 发布了她的早期日记 这本回忆录包括了从1966年到1980年代的日记条目 提供了对克罗斯比家庭在约翰的政治生涯期间的生活的亲密观察 日记条目涵盖了各种主题 从平凡的日常活动到更重要的事件 简·克罗斯比的回忆录坦率地描述了她与约翰、克罗斯比的婚姻 描述了他们的起伏和作为政治配偶所面临的挑战 回忆录还包括与杰夫、斯特林、Jeff Sterling等知名人物的邂逅 总的来说 这本回忆录提供了对一位杰出的加拿大政治家的个人生活 以及他的妻子在他的职业生涯中的支持角色的独特见解 森林、气候变化中的朋友而非敌人 纽约时报评论版 在一封制编辑的信中 国家奥杜邦协会北方保护副总裁杰夫·威尔斯批评了大卫 华莱是威尔斯的一篇名为《森林无法拯救我们免受气候变化之害》的文章 称其为误导性的信息 将复杂问题扭曲成过于简单和具有挑衅性的东西 威尔斯认为 森林在应对气候变化方面至关重要 尽管已经投资了碳补给技术 但大片的数目是唯一有效且可扩展的方式 可以从大气中补给和储存大量二氧化碳 他将将森林归咎于野火释放的碳 比作将房主归咎于2008年的房地产危机 威尔斯指出 数目吸入二氧化碳并释放氧气 同时将碳储存在组织中 同样 南方环境法律中心的高级律师萨姆·艾文斯写道 在包括美国东部在内的世界许多地区 伐木是碳灰森林面临的最大威胁 他认为为了发挥森林在应对气候变化方面的潜力 必须拒绝和反对那些将成熟和老林森林 置于砍伐名单上的鲁莽政策 为什么伊利亚特 一个关于被战争和疾病摧残的以名誉为中心的社会的故事 是我们这个时代的预言 英国每日电讯 艾米利 威尔逊是河马史诗伊利亚特的翻译者 他讨论了将这部古老史诗翻译成现代英语所面临的挑战和选择 威尔逊解释说 理解原始史诗只是翻译过程的开始 捕捉到原作的风格 节奏 情绪和角色 对于创造一个真实的声音至关重要 威尔逊描述了通过实验探索措辞 行长和节奏来找到伊利亚特正确声音的过程 这是一部比他之前翻译的奥德赛更加黑暗和紧张的史诗 威尔逊还讨论了保持史诗中所描述的情感的物质性和实体性的重要性 以及通过使用规律的可听的节奏来尊重原作的口头传统 最终 威尔逊希望他的翻译读者能够在伊利亚特的神话世界中找到共鸣点 并认识到他所呈现的永恒主题和冲突 如对名誉和荣耀的迷恋 愤怒和悲伤的毁灭性力量 以及人类存在的不稳定性 谢谢您的收看 上面播报的内容 是六度团队推荐的全球专业媒体 智库 政府机构和行业专家的最新报道 分析简报 更详细的内容 请大家去这些媒体智库的网站阅读 这些内容并不一定反映六度简报的立场 亦不能作为任何举策的建议 六度团队 由专业媒体人 学者 科学家组成的独立新型媒体 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专业要求 订阅各种简报 网址是 六度brave.com 您在世界任何地方 都可以通过电邮 收到六度简报 请不吝点赞 订阅